好了,我现在聊聊董宇辉 你们都问我董宇辉、荔枝来忙老师谈谈 我认为董宇辉和荔枝的本质 会让我们的商业进行倒退 是商业的一种倒退 我们不管对错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没法说谁对谁错 我们就表象上去看 他们冲突之间的逻辑 各位,我问你们回答我就行 老鱼和董宇辉产生冲突 舆论通常会像谁 就是这个舆论通常会导向强者还是弱者 各位,你能不能思考一个事 比如我和我的小徒弟产生矛盾了 我俩狗要狗了 舆论通常会像谁 所以,舆论有弱者掌控 好吧 强者掌控世界 弱者掌控舆论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回事 你有理没有理 一定是弱者掌控舆论 特别是这个年头 打倒资本家 打倒买办 太多的务脑群众吧 就在那瞎起哄 他们本质上还嫌 老板死的不多 老板跑的不多 非要把老板全部搞死 那些务脑的群众才开始开心 他都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多困难是谁搞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看老鱼 这个他把整个公司 股值至少50个亿的一家公司 账上现金1.4个亿 他完整的送给了董一辉 各位他做的还不够吗 你们看看哪一家员工 谁离开这家公司 白送一个公司 市值50个亿 那你再怎么说呢 董一辉优秀 那董一辉优秀 人家还提供了平台呀 你不能忘本吧 你不能把过去忘掉吧 而且你们一定要知道 与辉通行是上市公司 他离属于上市公司 老鱼把这家公司 全部给董一辉 老鱼在董事会 在股东大会上 要面对多大的压力 所以这些 我们都要去思考这个事 还有一个 我们天天说老鱼小气 特别是那个罗永浩 天天骂老鱼贴公鸡 各位第一 老鱼如果真小气 他能做这么大的事 你们一定听过 王翔和徐耀平的演讲 如果老鱼真小气 老鱼真没有胸怀 那么鸟人能跟他做到上市公司吗 做这么优秀的上市公司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个事 老鱼不管从年龄 从身份 从地位上 董一辉和他没有一点可避性 不管是财富和身份地位 他俩一点可避性没有 就是拿一个亮度就没法量 各位你想象老鱼会和他计较名和利吗 老鱼资产至少在100个亿 对吧 董一辉刚起来的时候 他的一个月有多少 一万两万的工资 老鱼会给他计较利吗 老鱼会给他计较名吗 是吧 所以你会发现 他俩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可比性 老鱼会吝啬他的名利吗 我们到现在你会发现 老鱼做的很非常体面 老鱼做的不能再体面了 就是你说白了 你懂有什么样的 我全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了 你还能怎么着吧 所以这个背后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草民们 把资本家能搞到什么程度 你非要把资本家搞死吗 我们虽然看的是 老鱼的大度 什么都不计较 但是背后你能不能感受到 老鱼的误奈 然后我们再看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整个过程 老鱼没有说过 董一辉依据不是 而且老鱼一直被 董一辉的粉丝攻击 但是各位 你们意识到了没有 董一辉做到了什么 他俩肯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再问你一句话 老鱼总想把事给抹护平了 人让 保护 保护董一辉 各位你注意了没有 谁一直在不动声色的 在激化矛盾 是谁在说话 说一半留一半 浮庸风雅 欲言又直 又哭雄卖餐 你本来 这个时候两个人 如果真想合作的话 是相互体谅 相互包容 相互承担责任 是不是该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即便是小作文那个事 老鱼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吧 但是从那个事之后 老鱼处理的 我认为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我接着说 各位你看一个事 就是当董一辉 就以典型的吊丝草根 这个短时间内拥有了 举大的名利之后 懂真的能懂 懂真的能闻吗 各位 假设你是董一辉 你突然有这种盛名之下 你能控制住 hold住自己吗 你不管表面上 你如何装 你的内心的那种狂妄 你能控制得住吗 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屠龙少年 你看看董一辉 这个一出门 前呼后拥 如戏太深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就这点熊孩子 你知的前呼后拥吗 对吧 你想象 你不知道啥叫网红吗 网红比流行感冒 来得快 走得就快 你看看 你知道网红有几个活多久 一般两三年完蛋 两三年完蛋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老鱼活了多少年了 老鱼你看这个企业压力长青数 老鱼的声望不是一个人能比得了的 你看看我们知道的网红有几个活多久 还有有几个网红能善事善终 所以他没数 然后你看老鱼一再的忍让 一再的感情笼络 一再的又要名归名 要官归官 包括各种中奖 但是最终还是一失败结束 我们再看一个水 各位你再回答一话 董运辉没离开之前 他一打工的一屌尸 他离开了自己当了老板 而且市值五十个亿 各位市值五十亿的一个老板 他不是小老板 那是大老板了 各位舆论的导向 再会把他看到弱者还是强者 各位 各位你们回答我一句话 董运辉当了老板之后 在舆论当中 他是强者还是弱者 舆论导向会往哪发展 他能hold得住吗 各位你想想 老鱼不管经历过多大的风浪 你看老鱼江湖上有声望啊 老鱼江湖上是有声望的 我和老鱼在一块吃过饭 吃过饭应该有两餐吃饭 有一次老鱼讲他那个浑水事件 就是那个新东方那个VAE结构 浑水事件 不有一段时间 那个美国的浑水公司想做空老鱼吗 说老鱼账上有问题 你把新东方的股价搞得非常低 当时那个猛牛牛根生 他们还没出事呢 然后那帮伙计就和老鱼一块吃饭 这老鱼的原话 还给我讲了很多他怎么被绑架了好几次 那就不说了时间有限 老鱼和牛根生他们一块吃饭 牛根生他们在一起喝酒 喝了之后呢 他们就问老鱼一句话 你财务有没有造假 老鱼说没有 所以牛根生他们就说一句话 没事 这事我们知道了 我们接着喝酒 第二天他们这帮伙计 大概是一个人还是怎么着呢 就是什么话没说 都给老鱼账上打了五千万 大概是一个人打了五千万 意思是因为股价跌嘛 老鱼自己用这个钱 把股份再买回来 把股价抬起来 还是这帮伙计 买新东方的股票 把股价再抬起来 忘了怎么回事了 大概是借给老鱼 一个人借五千万 很快老鱼把这个事就度过了 所以老鱼在这方面 人品做的是非常好的 你看浑水公司搞事了很多公司 搞新东方没搞事 所以老鱼是经得起 大风大浪的人 董委辉能经得起吗各位 他有一个网红本来就命短 他一个事就把他给拍死 所以这些事我们都要知道的 但这个背后的刚才说这个事在哪呢 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当然也有网民的贡献 都骂老鱼不是东西 开始这个对象资本家 针对资本家开始搞 但是各位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事 就是从董御辉单干那一天 董御辉也就成了老鱼 各位你该怎么办 对吧 老鱼是资本家你搞老鱼 那董御辉你把资本家搞不好了 那你成资本家了 你怎么办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 你会发现 网红这个东西 第一他不长久 第二个网红和东家 网红和资本 这些年你会发现 没有一个和平相处的 都搞得狗咬狗 包括和李志祺 对吧 李家祺 都没搞好 到现在没有一家处理好 网红和东家之间的关系 我不相信都是老板的错 都是资本的错 各位你想象 为什么 如果这种模式搞不好的话 最终是谁更吃亏 所以老鱼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和董御辉面上没矛盾 但是工作中确实有很多冲突 所以老鱼就说 你看他的话里有话 我绝对不会允许 再出现第二个农业会 以后中方甄选领导说了算 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继续延续新东方的家长制 各位你会发现 这话里有话呀 董御辉面到今天 应该是由老鱼的宽容 放纵有关系 然后导致了一个结果 他没点逼数 你看这个话里是不是这个话 这个背后也暴露了老鱼的决策事务 就是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和能力 把董御辉给捧红 结果董御辉又反倒咬一口 成了掘墓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呀 就是在最起码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这个领域 这个在线这个商业领域是一种倒退 整个这个行业是一种悲哀 大家都不在给网红投资的时候 你看培养网红相当于风险投资 结果风险投资失败了都倒霉成功了 结果投资人啥也没有 他跑了 培养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还会培养吗 董御辉这个事相当于于敏红搞了一个风险投资 然后严重的失败 重大失败 这种情况下 以后还会再有 类似老鱼这样的投资人 重金培养董御辉这样的网红吗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然后我们再分析 那真正是谁有问题 是网红有问题 还是老板有问题 还是土壤有问题 而这是这段时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有宿命论 你比如我的学院 我创办的公司能活多久 活多久我都能接受 他今天死了我都能接受 而且你们知道我经常引用一句话 百年孤独那一句话 这句话对所有的老板说起来非常合适 就是你想有的所有的荣耀 终将用寂寞来偿还 其实老鱼现在就在用寂寞偿还 他过去的荣耀 我相信董御辉早晚会有这一天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有太多的无奈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昨天晚上我这个商务晚宴毕业的时候 有好几个同学哭 就是有太多的心不甘 又有太多的物能为力 你说怎么办 还有一句话你们知道 我一再说过 领导农民工 你用什么管理方式 你越拿他不当人 越好管理 就是有一句话 小人用威不用恩 小人你对他越好 越繁咬一口 那个君子呢 正常的人呢 就是你用恩不能用威 就是正常人他有人格 你不能诬蔑他 你不能吓唬他 对小人物是不可以的 但是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君子 有多少小人物 是不是全是小人物 就是天生就贱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我在管理中一样的事 就是很多人 我越拿他当人 越麻烦 郁闷自己 好了 我们这个就聊到这儿 好吧